紧急公告 复告 歌唱家古村新思去世 享年74岁 今年3月 古村先生因急性肠炎接受了手术 但住院时间延长 他的办公室宣布 他于10月8日在东京一家医院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古村先生于1971年与枯内龙夫组建了民谣组合Alice 后来 他又与史泽彻合作 该组合创作了冬季闪电 和冠军等热门歌曲 此外 他还为山口百惠配乐 演唱了《二嗨泰比达齐》等歌曲 他亲自演唱的《苏波鲁》 俘获了无数人的心 之后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名誉教授 和东京音乐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将精力投入到 培养立志成为音乐家的年轻人身上 2015年 他被授予紫寿勋章 以表彰他的成就 愿他安息 在这一段时间里 在这一段时间里 在这一段时间里